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今天呢咱们得谈个硬事了 台湾正在为乌克兰化 最近呢有个消息也是这两天的 咱们的地球的副球长采连斯基 采连斯基这么说的 说啊台湾的义务兵役制呢 从四个月增加到一年啊 就之前台湾的义务兵呢 是四个月服役四个月就结束了 据说呢就跑跑操啊 唱唱军歌啊 打打下手啊 日子混过去就行了 可见呢 这倒挖青年呢 也不愿意参军 但是现在呢 他要把这个义务兵役制啊 提高到一个一年 整个一年的训练 然后呢 美国的那个在台协会 就AIT呢 非常支持呢 这个举动啊 非常支持这个举动 说呢台湾的义务军役制 四个月上调至一年 然后呢 他们搞要搞的训练呢 是正规化训练 美式的训练 然后呢 接受美国的编制 和运用美国的轻装备 那这么一回事 其实美国的军队啊 训练台湾的军队 已经很长时间了 只不过训练的是台湾正规军 现在呢 他要搞台湾的义务兵 每个人都要接受 所谓的这种训练 那么就是可想而知了 台湾正在被乌克兰化 那今天呢 大野猫呢 就有必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乌克兰化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个乌克兰化 它背后 它是多管齐下的 它不光是军事训练 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个乌克兰化背后 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呢 以后呢 大家看这个问题 那就知道怎么了 首先呢 咱聊乌克兰化的时候呢 就是说 首先我们聊到的 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战略 美国对乌克兰战略 其实从克林顿的时期就开始了 最早的时候 应该是里根时期 里根时期 但是当时苏联还在 他们也不知道苏联会不会解体 他们只是为了用这个东西来削弱苏联 但是真正的乌克兰战略呢 从克林顿时期就开始了 在小布什的时期 他需要跟俄罗斯进行反恐方面的合作呢 这方面稍微淡化一点 但是我们毕竟也看到了 2004年到2005年的橙色革命 真正对乌克兰下手 真正对乌克兰下重手的 大手笔的 还是奥巴马时期 设计的是两个人啊 这两个人 大家这个名字一定要记住 头一个人呢 是维多利亚纽兰 Victoria Newland 他在奥巴马时期 他现在是美国的助理国务卿 在奥巴马时期 是欧洲政务司副司长 官不大 欧洲政务司副司长 官不大的时候 你干一些隐秘的东西呢 你就可以干 明白啥意思吧 他是负责乌克兰事务的全权代表 他在白宫里呢 有一个联络员 这个联络员 这个人的名字 大家应该熟悉 就是安东尼布林肯 安特尼布林肯 也就是我的 我节目当中提到的 美西宗拜登的 左右神策军中尉 就是布林肯 布林肯在2013年的时候呢 他是美国的 副国安顾问 就是美国的安全事务助理嘛 他是个副的 副国安顾问 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啊 在这块 这个岗位呢 就说他可以做事 纽兰跟布林肯之间的联络 这就非常关键了 因为布林肯呢 可以接受到总统啊 可以见到这副总统 当时的副总统 现在谁嘛 拜登嘛 所以国务院 白宫之间 这就可以协调 他们之间这个协调 就成了 就是说整个乌克兰事务 乌克兰事务的 它有那么一个组织 乌克兰是这么一回事啊 乌克兰是这么一回事 2013年的时候呢 乌克兰正好跟那个欧盟正在谈判 然后呢 俄罗斯这边呢 也也施加了压力 说你你在这块你悠着点 然后呢 地区党的主席 也就是当时的乌克兰总统 亚努科维奇呢 就把这个跟欧盟的谈判呢 暂缓了 暂缓了 最后呢 答应说不加入欧盟 不加入欧盟这个事儿 乌克兰内部呢 就出现了波动 亲西方的这个乌克兰人呢 就不干了 但不干了的时候呢 他就要走上街头 再开始抗议了 结果呢 在2014年的2月 俄罗斯这边在办冬奥会的时候 就俄罗斯办冬奥会的时候 2014年的2月 在基辅就发动了 Euromodern protest 就针对欧盟的 针对加入欧盟的 不加入欧盟的这个事儿 然后组织的这种颜色革命 这个颜色革命 非常的声势 非常的浩大 当时乌克兰的这个总统 也就是亚努科维奇 地区党的领袖被驱逐 2014年的2月 然后2014年的3月呢 出这么一个事儿 俄罗斯呢 有那么一个 有那么一个 你也可以说 他个妄人 你也可以说 他是个民族英雄 斯雷科夫先生 先斩后奏 就是我们的斯菲 先斩后奏 利用人脉呢 策反了克里米亚 然后通过两次公投 成功入俄 普京对这个事儿 那就是 骑虎难下了 那骑虎难下了 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你说你不同意吧 你克里米亚这人 你伤了他们的心 同时也伤了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心 你说你同意吧 你把人克里米亚的吞了 这不是个好事儿啊 西方要制裁你啊 你说你这怎么着 所以普京也没有办法 骑虎难下 就默许了 默许了 然后西方开始制裁 俄罗斯 这就是非常著名的 克里米亚事件 然后 2014年的5月 咱们的司菲 就是斯特列科夫呢 又是再一次 先斩后奏 策动顿迪斯克 和卢干斯克自治 然后呢 并打破了 打破了乌克兰军队 对他的围剿 这个时候斯特列科夫 给普京一个建议 他这么说的 他说啊 现在啊 我们应该出兵基辅 出兵直接占领基辅 然后呢 改弦更张 改弦更张 并以吉安组织 勘乱的名义 重新立亚努科维奇 为总统 也就是说呢 之前他们立的这个政府 这个颜色革命的政府 为非法 亚努科维奇 为民选政府 我们现在以吉安组织 反恐 勘乱 进驻基辅 然后把这个政策 然后拨乱反证 把亚努科维奇放进去 这个事 普京拒绝了 普京当时拒绝了 他认为 很有可能会招来 西方更大的制裁 俄罗斯受不了的 所以普京拒绝了 并召回斯特列科夫 免职 并监视居住 就是咱斯特列科夫 在这个 顿涅斯克这场 这场会战当中 他打赢了 他准备 往基辅进军的时候 这时候普京退缩了 普京把他召回去 撤职 监视居住 斯特列科夫后来很惨 通过麦勋章 来那个 来维持生计 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个 现象是这个 我们发现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说 从2014年的2月到5月 乌克兰政府和军队呢 当时他是摇摆不定的 相对来说混乱 如果这个时候 普京可以利用 吉安组织 果断出手 而不是吞并克里米亚 不是吞并克里米亚 当时如果利用 吉安组织 果断出手 站在国际法的角度 说亚努科维奇是民选总统 你们把他推翻了 你们为非法 那我就宣布 你们这个运动为非法 吉安组织出兵 当时乌克兰也是吉安组织的 吉安组织出兵 把这个事给平了 平了之后 就像今天哈斯福斯坦 这个事 把基辅这个事给平了 平了之后 再把这个什么 亚努科维奇放回去 当总统 然后呢 进行看乱 这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说2月到5月 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这个时候还可以挽回的 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 那我们就看到后来的发展 后来的发展 对俄罗斯来说呢 相对来说不利的 为什么呢 2014年的6月的时候呢 波罗申科 也就是巧克力大王上台 然后这个时候 从这个时候开始 乌克兰呢 全面倒向美国与欧洲 也就是北约 成了北约的一个准盟友 他没有加入北约 但是与北约的联系 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等于一个准盟友 然后呢 乌克兰政府军接受美军的训练与改变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奥德萨事件 和顿巴斯局部战争 为了针对顿巴斯地区的停火 围绕着顿巴斯地区的停火 2015年2月 默克尔跟普京 在这个事儿达成协议了 也就是 也就是明斯克协议 这个明斯克协议呢 普京签了 普京签了啊 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 从2014年6月开始 美国对乌克兰军队就开始训练了 美国对乌克兰军队训练 那他训练的内容是这样的 他分为三三个部分 首先是乌克兰的义务兵制度 之前的乌克兰义务兵制度呢 是两年 在美国的引导下呢 他的义务兵制度呢 变成了三年 这个三年的义务兵制度 训练是这个 美式编制 美式训练 强化训练 轻武器训练 以及战场赶支 就是按照美国 美国的方法 美国的信息化的方法 对训练乌克兰的义务兵 两年变三年 第二个呢 是武装民兵组织 这个很有意思的 武装民兵组织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要求乌克兰政府啊 把这个 当地的一些 比如说哈尔科夫的足球流氓啊 比如说顿涅茨克这些酒鬼啊 社区的小混混啊 组织起来 然后呢 给他们枪 让他们搞一些民兵的 民兵方面的训练啊 训练成游击队啊 训练成一个作战营啊 类似这种东西 就比如说我们知道的亚素营 亚素营其实是什么 哈尔科夫足球流氓 你觉得 他有什么高深的理论 没有 亚素营就是哈尔科夫的足球流氓 之前 之前在用足球流氓 干了些烂七八道事 对乌克兰本地人 干了些烂七八道事 现在有针对性的了 在顿巴斯地区 去做他们的事情 那这就是哈尔科夫足球流氓嘛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美式武器 大量的美式武器 从下到上 开始替代俄制武器 整个这个替代过程 不是说我美式武器下去了 一夜之间就全替代 不是的 他这个美式武器替代俄制武器 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从2014年开始 一直替代到2022年 还没有完成 还没有完成 就是说整个的替代过程 是非常非常非常漫长的 不是说我这武器到位了 这个东西就行了 我这武器到位了 我还 我还得是我的心 我的士兵呢 得心去训练 训练 同时 他这个训练 得要跟当地的俄制武器呢 相对进行配合 另外呢 另外呢 通过长时间的磨合 这个武器在当地 还才能形成战斗力 否则一点用都没有 就是你现在直接给乌克兰 给乌克兰隐训战机 比如F35 他根本不会用 而且他用了这个战机 也形成不了战斗力 反而一旦损失了 然后你这个名声还不好 也就是美式武器替代 俄式武器 从2014年开始 现在已经替代了八年了 还没有替代完 如果再给几年 可能会替代完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但是现在就是说 美军对乌克兰的训练 是非常广泛的 非常广泛的 2014年到2022年 长达八年 全方位的铺开 非常广泛的 给他重新给他重新编制 也就是说重新格式化嘛 在这个期间呢 就川普当政头两年呢 稍微有一点停滞 但是后来呢 又被川普边的幕僚呢 给说过去了 就接着对乌克兰援助了 这么一回事 在美军训练乌克兰军队的同时呢 乌克兰这边呢 进行了历史叙事的改革 什么叫历史叙事的改革 这个大家 这个我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 这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联系啊 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怎么个紧密法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非常非常紧密 这个是怎么个紧密 首先 俄罗斯远东 不知道大家清楚没有 俄罗斯远东 就是外星岸岭这边 外星岸岭这边 就黑龙江 黑龙江以北嘛 几个大城市 什么哈巴罗斯科呀 弗拉迪沃斯托科呀 布拉格维申斯科呀 包括赤塔 尼古拉耶夫斯科呀 对不对 就这些城市 包括贡青城 它这些城市 这些地方所居住的居民 哪来的 你觉得他们是俄罗斯人吗 他们真不是俄罗斯人 他们来自西乌克兰 1850年到1890年代 陆续从西乌克兰 迁到了俄罗斯远东 他们是西乌克兰人 也就是我们B站上的好朋友 弗拉夫先生 弗拉夫先生呢 他不是布拉格维申斯科的吗 弗拉夫先生就有乌克兰血统 其实他的祖上是西乌克兰人 他是乌克兰人 他不是俄罗斯人 不是 俄罗斯远东 大部分都是西乌克兰人 所以他们跟西乌克兰还有联系 他们跟西乌克兰还有联系 所以你看看 这是一层了 第二层是什么呢 基辅 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 基辅呢 是分东城和西城 地面薄河呢 从中间穿过去 基辅的东城 是俄罗斯族的聚居区 然后呢 整个 他们占整个基辅人口的 百分之二十五 就是四分之一 就是基辅东城区为俄族区 占整个基辅的四分之一 第三个呢 是两国的广泛通婚 也就是说一阶通婚 二阶通婚 三阶通婚 可以达到整个国家的 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就是 就整个乌克兰 就乌克兰 假如咱再这么说 就乌克兰一个非常简单的家庭 乌克兰家庭 说你家里有没有俄罗斯人 你倒腾一代没有 倒腾两代没有 倒腾三代肯定有 所以就是这么个紧密的联系 然后呢 这里边还有一个事 就是晚上 不知道不知道这事 这事大家知不知道 晚上乌克兰男人 在玩射击游戏的时候 玩射击游戏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语言 这个就可以 就可以非常非常生动的描述 我刚才说这个东西 两国的紧密度 他用的是俄语 就是乌克兰男人 晚上玩射击游戏的时候 他用的是俄语 这个很关键的 这个很关键的 你看个泽连斯基的人民公图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人民公图原版是俄语 不是乌克兰语 他不是乌克兰语 所以你想拆分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联系 非常非常困难 但是即便是困难 乌克兰政府也做了 乌克兰政府怎么做的呢 首先呢 他是禁止俄语的教学 在小学层面上 禁止俄语的教学 专攻乌克兰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的历史叙事上有所改变 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乌克兰民族英雄与符号 就说呢 之前我们之前的历史跟俄罗斯绑定 那我们现在要切割 我们完完全全的 就是说我们要塑造乌克兰的英雄 和乌克兰的历史符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班德拉 会看到彼得溜拉这样的人 被隆重的纪念 被重新的抬出来 彼得溜拉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 有一首歌嘛在乌克兰的原野上 彼得溜拉那凶恶的匪帮 他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乌克兰原野已变成战场 白杨树叶落在地上 听说吧 彼得溜拉 班德拉这样的人被拿出来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要跟俄罗斯有不同 这是第二个 所以有了这些东西呢 大家也不难看出了 什么亚素营啊 这足球流氓啊 用的那些标志啊 也就不奇怪了 也就不奇怪了 这是乌克兰 从他的历史当中 能找出像样子 装模作样 整出来那点玩意儿 还能说是乌克兰的民族符号 之前就没有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拆除俄罗斯跟苏联时期的记忆 就是消除俄罗斯跟苏联时期的记忆 然后呢 把俄罗斯跟苏联时期的历史呢 描述的多么黑暗 然后历史叙事 乌克兰民族的英雄 多么的闪耀 多么的光芒 然后禁止俄语教学 从娃娃抓起 这就是乌克兰的 怎么说呢 重新改变他的历史叙事 也就是说呢 乌克兰在文化上去俄罗斯 在军事上全美屑啊 全美就美式 美式替代 这是整个的乌克兰化的过程 整个的乌克兰化的过程 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东西 也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的台湾啊 对比一下我们台湾 台湾这块呢 咱这么说啊 去中国化 大家也知道了 陈水扁时期就开始搞这个 去中国化教育 其实不用说陈水扁时期 李东辉时期九十年代末就开始了 去中国化教育 去中国化教育 就是历史的叙事啊 他要改变 然后呢 台湾这个叙事之前是中华民国叙事 现在变成了中华民族叙事 现在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南岛民族叙事啊 中华民族叙事变成南岛民族叙事 南岛民族怎么说呢 说说我们我们不是不是那啥啊 不是中国大陆过来的 我们是跟南岛南岛的南太平洋 那些岛屿搞到一起嘛 但是这里边很有意思的现象啊 不知道以后有机会咱聊聊斐济日子大选 你就看了一个现象 现在的南岛民族 由于长期的被这个殖民主义压榨 然后呢 又移过了大量的外来人口 对他们进行统治 南岛民族其实啊 他是想谋求解放的 那南岛民族谋求解放 他怎么办呢 他这么说 说啊 我们的祖先呢 是从福建这块来的 从福建这块来的 然后呢 我到福建这块来熏根 啥意思 他想依靠中国这样的 这样一个大国 给自己谋求解放 进行的什么 进行进行援助嘛 所以啊 现在这个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台湾转向南岛民族 南岛民族转向中国 中国大陆 转向中国大陆 所以这就 这就很尴尬了 但是台湾不管怎么说 他也在接着搞这个东西 就一边去中国化 另外一边 去中国化一边是南岛民族叙事 另外一边就是日本那个事 那这个 那这个以后咱再聊 对吧 这是去 这是教育方面的 另外现在 蔡英文搞这个 搞这个义务兵 义务兵日改革 义务兵日改革呢 本来之前 美国就训练台湾的军队 到现在呢 他要全面训练台湾的义务兵 也就是说啥呢 咱们的岛蛙呀 青蛙呀 马上变刺猬了 马上变刺猬了 走向了乌克兰化的道路 这就是整个的过程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 什么是乌克兰化 同时呢 就着这个事 说台湾也走向了乌克兰化 那是的的确确的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看到博通兄弟呢 逐渐康复 是好事 谢谢大家